大家好 我是老船長 他是豬腦袋 大家看我的節目 也可以說是從小看到大是不是 搞什麼鬼啊 很多的觀眾 以前我在辦演講會的時候 看到我就說 哎呀老船長啊 我看你節目看十年了 我差點沒昏倒 有一個誰在咪 很簡單嘛 每一個人都看我的節目 不參加我的會員 我們早就倒了 也對耶老船長 所以說想要真正賺錢的朋友 而不是純粹看戲的 那麻煩你每一天下午四點半 看完YouTube或是參加我的Telegram 進去看視頻 那麼看完之後你覺得說 小弟是玩真的 那你怎麼樣 來跟著我操作 否則你如果是要跟著大魔頭 我相信 今天台北股市再創歷史新高 對不對 你還是滿手套牢 因為那個邏輯很簡單 就是每一天都買新的股票 頭顧老師 你要知道台灣的頭顧老師 他們要收新的會員 他們不能夠像老船長那個白癡加笨蛋 幹什麼 講同樣的股票 連續講 連續追蹤 真正漲個大波段的話 會員就怎麼樣 可以退休了 這種全國只有我一位 沒有第二位 其他的都是怎麼樣 每天都要換不同的股票 換什麼股票呢 就是今天漲什麼 他們就講什麼 你們這些吃瓜群眾 豬腦袋的群眾 當然你不要對話入座 我沒有說是你 我說你們這些投資朋友 這些觀眾裡面有很多是豬腦袋 對不對 就很喜歡這一套 怎麼樣 讓自己沉醉在那種 我即將要開名車 住豪宅的那種感覺 加入兩個字掛掉 對 這個東西它會不斷地 會歷史重演 直到我們的主管機關 開始抓人為止 但是不會抓啦 這二十幾年來 台灣也有投顧到現在 都沒有在抓的 就是怎麼樣 你們自認倒楣 聽得懂嗎 譬如說 你參加這個投顧 一個月它叫你買了 二十檔股票 那每一檔呢 你按照資金分配 就是0.5成 對不起 這二十檔嘛 就是 對 5%啦 對不對 你有一百萬嘛 每一檔的話 你就是買5% 對不對 那你如果說 今天有一檔股票 漲停板 這是小學基本的數學 你是賺10%嗎 你只有賺0.5%欸 這個國小數學 你問國小三年級 四年級的兒子跟女兒 就知道啦 你錢分成二十份啦 其中有一個漲停板 你猜總體來講 你只賺0.5% 可是投顧老師會在節目上說 你看 我會員的股票 今天賺漲停板 大賺10% 對 那還是真正有漲10%喔 你了解吧 那你也才賺0.5% 好高興趕快加入 所以 那有的更倒楣啊 它掉在前面 第180檔 後面的全部都沒有買 就是任老師一直表演就對了 明白嗎 好 所以說 我已經破解了十幾年了 那如果還有那種豬腦袋 要相信或去參加 都不要罵投顧老師喔 也不要罵投顧業喔 那是你自己心甘情願活該喔 對 講難聽一點就三好加一好 是不是 老船長已經跟你們講了破解了 你還不相信 你加入這個老師 他今天叫你買這個買這個 一直叫你一直買新股票 你就知道你參加的是大魔頭啊 因為我有在交破解嘛 你不會是沒有自覺去參加投顧吧 他一個月下來叫了二三十檔 你沒有感覺嗎 這樣了解吧 那你想要真正賺大錢 你一定一檔股票你要重壓嘛 這個道理沒有人可以否認啊 對不對 但是國內只有我這麼在做 所以我說我是玩真的 了解嗎 而且我在這邊我可以 我可以感覺到就是說 我的會員朋友即將 會有非常大的福報 那非會員我就沒辦法了嘛 對不對 那今天的航運股喔 讓大家怎麼樣喔 很失望 對不對 因為你昨天晚上又看到 網路上 哇這個天大的利多 我奇怪喔 不管炮炮龍 貨櫃三雄我們講炮炮龍 長龍 不管發布什麼樣的利多 市場沒有在鳥的啦 那你們的事情喔 你發布天大利多怎麼樣 就是不會漲 但是這裡面有玄機喔 首先我就直接講 我昨天坐在這邊我說什麼 我說你今天盤中看到149 一旦越過你要追 我有沒有講這個話 有啊老船長你神經病啊 今天最高才146.5 我說如果看到149要追 換句話說沒有看到149 你就先不要追 聽得懂吧 你要追要追149以上的 老船長你這個邏輯是神經病啊 今天追146.5的都套牢了 你叫我們追149 你有沒有睡飽啊 你是不是吃錯藥啊老船長 所以我就說 投資人永遠不懂什麼叫做股票 弱的反而不能追啊 你聽懂了沒有 他如果今天這樣子衝過的149 你趕快追 因為可能要拉掌停鎖 那叫做怎麼樣 正式怎麼樣 轉牆 你注意看喔 因為這邊149 看清楚喔 這裡149 我說過盤中 你看到149一旦過 就表示這邊突破 那就要走這一段了 注意 對 就要走這一段了 所以我叫你追啊 請問一下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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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早上我跟你都在看盤了 我就在這邊看 146.5 一堆人跑進去追啊 兩種人喔 一種沒有看我節目的 第二種看我節目不甩我的 就這兩種人啊 啊你是哪一種 那你短線就是套牢啊 你追146.5 收盤叫144啊 雖然套不多啦 而且你一定會解套賺錢啦 可是我怕你明天又把它幹掉做肥料 老船長的節目是完真的 我連這種細節都教你 因為你沒有交會費 你不是我的會員 今天我的助理還問我說 欸 老師啊 這些觀眾喔 都看你節目操作就好了 我跟他說喔 有可能嗎 這些散戶這麼聰明 早就開名車住豪宅了 很多觀眾到這一刻為止 好 我們現在來做個測驗 今天收盤以後 你所有的資金 沒有別的股票 全部都押泡泡龍長龍的舉手 來 只有你一個舉手 什麼要上廁所 國小一年級上廁所才要舉手啦 去 神經病 沒有人可以舉手 你聽得懂嗎 你當做我骨骸老船長都傻瓜 我的會員都笨蛋 啊 交了會費 看老師的節目就直接操作就好了 天底下喔 沒有這種事啦 看節目的喔 頂多買一兩張給老船長面子 我收購不用給我 我家面子很多 因為怕衛生紙漲 亂七八糟 沒有啦 那頂多買一兩張嘛 要不然就是每天在那邊追高殺低嘛 對不對 對不對 我們什麼時候買的 就這一天啊 12月2號啊 所有資金所有會員只押這一檔啊 現在在這裡啊 還是不出啊 一張都不出啊 因為我們的目標是什麼 我們的第一目標是這裡嘛 我們的第二目標就是法人講的三百幾十塊嘛 你不信是你的事啊 我只是告訴你 實現的時候 我的會員賺到怎麼樣翻過來 那一天喔 你呢 跟誰我不管啊 你還是永遠套牢一大堆啊 因為這是幾十年來投顧業不變的道理啊 我管你參加哪個投顧哪個老師啦 都一樣 你現在是不是滿手套牢一堆股票 是不是 然後他的節目是不是永遠大賺 天天大賺 老船長 真的耶 為什麼會這樣 就是跟你說台灣就是怎麼樣 犯罪的天堂嘛 你看看最近那個宋少卿 好像聽說五次酒駕 這人在幹什麼 這應該要鞭刑你知道嗎 有些人他就是怎麼樣 仗著我是藝人 那又不紅 在那邊五次酒駕 害了多少人啊 你看跟他團體要演出的 對不對 人家要去退票 那是小事啊 你酒駕如果撞死人 像前幾天那個三度酒駕 把人家媽媽撞死 然後一個家庭都破碎了 到時候你看法官就可以叫化啊 台灣的法官都是可叫化啊 對啊 壯死的不是他媽啊 他當然可叫化啊 我跟你講這些法官可惡的很 如果有地獄可以下 這些都下地獄十九成 二十幾成都不夠啊 你身為法官 你對不對 學了這麼多 栽培你國家社會家庭 讓你當到法官了 你要有正義感啊 那什麼都可叫化 常常放出來又去犯罪又去殺人呢 所以我覺得我很欣賞新加坡 人家就是鞭刑啊 台灣趕快鞭刑 台灣如果讓立法院刪讀 你看會不會通過鞭刑 絕對不會 為什麼 很多立法委員專門在犯法的 開玩笑 他通過一個法來打他自己的屁股啊 不可能 就像你們要打房的都打假的啦 這些人 大官有錢有事的房子特別多 你還叫他自己立個法來打自己啊 神經病 打到最後打到一定是小老百姓 真正要買房子來住的人 都會被打到 好不好 廣告回來 我們來分析貨櫃三雄 接下來怎麼辦 古海茫茫茫茫茫 古海 您需要一位頂尖領航者 古海老船長 我們擁有陣容最強的IR團隊 提供您上市上櫃第一手訊息 我們擁有日夜盤最先進王冠AI智慧系統 方向清楚掌握致富關鍵 故得投顧老船長 是您古海中的一盞明燈 故得投顧咨詢電話0800-555-808 0800-555-808 您的理財專家 故得投顧 我們擁有一流證券、期貨、分析師陣容 多空雙享操作為您累積財富 金融市場軌距多變 您需要更全瞻、更專業的團隊 等你您避開風險再創財富巔峰 故得投顧洽詢電話 0800-555-808 0800-555-808 0800-555-808 在好幾天前就預告 都要去放大架了 泡泡龍500多億的股本 沒有外資的拉抬 我說過幾乎是不可能會動的 我講完這個話這麼多天來 一堆人在吐我槽 嗨呀老船長懂什麼 就要噴了來要怎樣 對 噴給我看 那這個什麼時候會過 就是外資回來的時候 今天29號 明天叫30 後天叫31 可能會有外資來突襲 他不用等到元旦放完架回來 這個機率是很大的 但是還是老話一句 今天盤中最高 來146.5看測標 這邊差兩塊半碰到149 沒有碰到149 你反而不要追 他一過你就一定要追 股票市場就是這樣子 你明白嗎 你如果不願意像我們 在底部全壓的 你喜歡買貴10塊錢以上的 你不是我的會員嗎 那沒關係 但是我還是好心的告訴你 那你應該怎麼壓 就是你把你其他的股票賣掉 什麼電子股啊 還有鋼鐵股 有沒有 你不是交了會費給你的老師嗎 還續約嘛 鋼鐵股現在還在那邊嗎 等到航運股大噴的時候 你爆的全部是鋼鐵股 然後你會回想 這中間全台灣只有一個 骨海老船長 他不是我的老師喔 我錢沒有交給他喔 他還好心告訴我們 早就應該怎麼樣 在同步那一天 我們在這邊進的那天節目 我就告訴你們說 把你的鋼鐵股換過來 結果呢 你們不換 不換就是這樣招待啊 這邊你們都辦好續約手續了 大摩頭啊 趕快續約好準啊 對不對 真的不能賣 然後呢 戲喔 這就是悲劇啊 老天爺一定也會給一些 偷機取巧的人 在社會上賺到一些不義之財 但是那個都有報應的 你們這些人 去參加了 還傻乎乎的 每天被騙 2月30號就解套了 那你就等著看 當航運股 飛到天上的時候 你就不要挨 你就不要後悔 哎呀 早知道我是參加老船長的就好了 對不對 所有會員只有一檔股票 全部重壓起漲點 那一天 全市場一定賺最多 這真正的完真的 你講這些都叫廢話 不用講 人生可以重來的話 那你盡量講 沒關係 不行重來 你現在跟我的會員也不過就差10塊錢嘛 對不對 那沒有關係 我再講給你聽 你注意聽 假設明天盤中149來了 帶量工一過 你就要趕快全壓 你不要懷疑 今天149沒有來 一堆人跳進去 那就是我說過不是我的觀眾 要不然就看我的節目 不甩我 不相信我的人 我就已經跟你們講 今天的量叫7萬9千張 昨天叫12萬張 前天叫3萬6千張 前天叫凹洞量 昨天叫怎麼樣 出量它就會漲 就昨天有漲4塊錢 那今天呢 量馬上縮起來 看到沒有 我昨天節目就講 我說喔 如果明天不公的話 甚至量縮的話 那它是不會漲的 准不准 我昨天節目 你們去看YouTube 每天來看這邊 4點半叫你看我的節目 在睡覺 不參加會員就算了 節目還不按時收看 每天抱著你的什麼 那些電子股跟鋼鐵股 雜七雜八的股票 在那邊喔 期待著你的老師 是能夠關照你 能夠幫你解套 我告訴你不可能 到明年 就是馬上就明年喔 明年第一季就是玩什麼 半導體 比如台積電 全職股喔 然後呢 航運股 其他的小型股 你都不要玩了 然後第一季 什麼時候開始會崩盤 你鎖定小弟的節目 電視幾點播出 那個我說過不重要 每天下午4點半 你就會看到我的節目 收了盤你就睡個覺 睡午覺起來 剛好看我的節目 對不對 那你要賺大錢 開名車住豪宅 這一次 你只有參加我 你如果不是會員 你就看戲 到時候就啊好棒喔 有沒有下一次啊老船長喔 你慢慢等 那我可能就要退休了 如果說喔 我最近有在跟我私底下 跟我的朋友講 我說如果喔 這一隻泡泡龍 漲到法人獎的350塊 到360幾 我就退休了 我就打算要離開頭顧業 我覺得我的責任就到了 因為至少我覺得 上台總有下台時嘛 對不對 我們在下台的時候 我們告訴所有的 會員以及觀眾朋友 老船長打了一個 非常漂亮的一仗 我幫很多的人 開名車住豪宅的 我覺得可以了啦 我也有年紀了 是不是 那會不會來 不知道 我認為機率是很大 因為EPS泡泡龍 明年看56塊 而且你看他最近有沒有 他買了一堆的貨櫃 然後又把一些設備 有沒有身材設備 又花了很多錢 他幹嘛 他吃飽撐著 他沒有訂單 沒有市場 他這樣子幹嘛 但是這些天大的利多 都沒有辦法讓 長龍的股價動 是因為 我說過阿多阿在放大價 500多億的股本 還是要靠他 投信的買賣超 完全不用看 投信在我老船長看 就是一個大的散戶而已 他的操作 在大型股 完全不具參考價值 鳥都不用鳥他了 因為那投信在賣神經病 你知道為什麼這些 投信基金的人要賣嗎 心速不正 他們是要看績效 到時候要有年終獎金 或是被開除 那你當一個股價盤整 不動的時候 投信基金經理人 他就坐不住了 他為了自身的利益 他就會賣這個股票 去買那個比較會標的 哪怕是元宇宙沒有賺錢 他照樣買進去 當然現在投信公司 都有規範 虧損公司 他們不大會准基金經理人 下去買 除非這個投研部的副總 本身就歪割 他自己也怎麼樣 在搞東搞西的 那才有可能 因為以前有很多的投信 就是幫人家出貨 這個操盤人 私底下拿黑錢 我幫你用我的基金 拉到多少 你要給我多少錢 沒拉到多少 你要給我多少錢 台灣以前是這樣子 很多 所以說很多人去買基金 很不愉快的經驗就是這樣子 因為都交給那種 三十幾歲的操盤人 什麼都不懂 鬼扯淡 你知道很多都還沒有分析師證照 你知道嗎 就是這樣子 所以 但是人家機構大 有錢有勢 所以說有時候主管機關 就規定沒那麼嚴格 像我們這種投顧老師 是熊細喊的 要考證照 要怎樣怎樣 那好嘛 那也沒關係 對大家都過來了 沒想到走過來的結果 是為了怎麼樣 上節目招收會員 也把自己弄得又臭又髒 沒必要 我老船長就等嘛 你這個 你像法輪講的一樣 長到三百六十幾 我就退休了嘛 我就可以光榮退休 不要做了 對不對 我也不缺錢啊 是不是 那我只是希望在我退休之前 我能夠讓很多的 尤其是會員 能夠賺到翻過來 那麼光榮的退休 那至於觀眾 大概一百個會有一兩個 有辦法啦 因為觀眾其實都是看戲的 你看那個 我說過人家上台去領獎 下面鼓掌的 有沒有 幫人家鼓掌的 除了羨慕 鼓掌之外 這一輩子也很難會上台嘛 你回想一下 你從小到大 是不是都幫人家鼓掌的份 你有幾次 不管你在社會什麼階層 你是上台屬於頒獎的 就領獎的人 受獎的人 你是這種人嗎 你不是啊 因為你永遠不要付出嘛 然後你又羨慕別人 甚至嫉妒 股票市場是這樣子 你沒有重壓 就像我講的 走路是走不到月球 不要做夢了啦 我告訴你要重壓 你才能夠開名車住豪宅 對不對 然後跟你講你參加投顧 不管哪個老師 你只要參加一個月 叫了幾十檔 那都是詐騙的 你不相信 你活該啊 現在台北股市再創歷史新高 你手上股票怎麼全都套牢 你不覺得很好笑嗎 對不對 那接下來 馬上要明年的第一季了 我再講一次 應該會漲台積電 會漲貨櫃三雄 其他的股票 我都不是很看好 那這兩個漲完之後 台股應該就會有一個 很大幅度的崩盤 因為種種的原因 不管怎麼樣 你就是鎖定我的節目 你不參加會員 你要鎖定我的節目 但你想要賺大錢發財 你不是會員 你不要 那你不要做夢 不可能 我就算告訴你 每一天要怎麼操作 你也不行 因為這就是觀眾 觀眾 觀眾永遠 盤中你就很無助 今天盤中 你是不是就追這裡 你好不好笑 對不對 阿收盤來罵老船長 今天在看我的節目 好像是 老船長說的是 人家說149 要衝過去再追 我們自己那麼早就追 對啊 股票市場強者很強 它149沒有過之前 都是整理 什麼時候會過 我說最晚就是 元月初回來 外資快要回來 那明後天 會不會偷回來 偷跑 我不敢保證 因為我不是外資 懂嗎 但是我相信外資 它是有智商的機構 裡面不是都是白癡 所以他們回來 這麼大的資金 他們一定會買全職股 因為他們今年 在台北股市是大賣超的 他明年他一定要賺一筆走的話 他就會選擇全職股 手上有船票 每天鎖定我就對 那你要真正這一次 哪怕他再突破這個錢高 那到怎麼樣 未來法人看的新高 在外太空之上的 你就來加入我就對了 否則那一天來臨的時候 我跟你掛保證 你絕對後悔莫及 而且你頂多買一張兩張 這個就是股市 我在股市這麼多年了 當你看到老船長說 我要光榮退休的時候 你會覺得很可惜 每一天收看我的節目 結果最後我的會員賺翻了 你還在抱著那些股票 然後才知道 糟了 我跟的真的是大魔頭金光檔 人要有智慧 好不好 一定要鎖定老船長的節目 想要發財的人 你打電話進來參加會員 不想發財的 你就繼續看戲 我們明天同一時間再會 拜拜 本投資公司 與所推薦分切之客 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